哈囉大家 我是Kevin 之前推出劍神特輯 在觀看人數高到讓人嚇死 為了蹭這股熱度 除了繼續推出劍神相關人物外 今天就來介紹 在布袋戲世界中 除了劍以外不可或缺的要素 刀對比雙面開封的劍 有百兵之軍美稱 單面開封的刀 亦有百兵之帥百兵之膽稱號 角色拿刀劍的比例 在布袋戲世界中更佔多數 而且劇情也多次以刀作為主題 那麼有哪些人物能稱作刀神或刀王呢? 在接下來進入這面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都會有影片與Podcast 都跟布袋戲相關 如果想支持我們繼續創作的話 現在我們開啟會員制 就可以支持我們製作更多更精細的影片 現在點擊加入 還可以跟牛頭前輩們 一起決定之後的影片走向 以及收看更多獨家影片 也歡迎道友們一同投入 牛頭大軍的行列唷 首先這位 他跟劍神EP1有介紹過的 《逸秋年奇名》 當年最強刀劍頂峰神話 望星無我 玉蒼瓢 要說他有多強 我們先舉兩人為例 上古帶領四刀四劍 對抗天色真龍的召集人 尋刀者月劍人 皆為玉蒼瓢所調教 且不論他們的戰績 但至少這兩個角色出登場的時候 都有股先天氣 就如剛才已提過 他跟《逸秋年》都是不帶兵刃 垂液手指 運畫喊式之招 多使招式 刀裡藏劍 劍裡藏刀 這也是他能傳授月劍人的原因 其代表招式為滅刀絕 逆沙之刀 飛龍斬 其刀法根本便是遵從 有多無心 多失情目 有心無盾 多快紅紅 有心 多 頂風刺激 無心無盾 天好無盾 有為霹靂世界中 少數達到無心無刀 至高境界的刀者 而瑞桑雄的正式登場 便是為風靈島封印 早上不二刀 他出你祈求的刀法 將我堅守護衛途小伯 刀狂舞 金沙養舞 兩條新娘仔任中不停承受 下都穩穿 援手親力 你會是一般苦笑 關心呀 公公公和師母和我兒子 媽媽歡迎 他現在是 我建議你應該改名 我建議你應該改名 因為你叫不及得 你就是殺人不用禿自得 而会关注封林岛的玉苍穹 乃因酌远以前 为妓院徒的长生不老药 自有一秋年号召四位兄弟 与五名高手约战封林岛 双方约定以百招分出胜负 失败一方交出约定之物 或者被禁于封林岛 而胜利的一方 日后不得出面阻止七星归位 破解束法 玉苍穹为而让舒适宫 能取胜于鬼影 独自先行对上与鬼影同修的阴阳师 来影响鬼影 却而因此留下致命成呃 造成内伤 但即便如此 在当年的百战爵 玉苍穹仍是可以与对敌者 炎鹤冰险打成平手 亦可推想 若玉苍穹没有中阴阳师的阴风契乐掌 是不是风铃岛百善爵 剑皮躺着打也不用害怕 最终风铃岛战士 由一秋年以些为之差 取胜纪小堂 顺利取得并保管半张机缘图 随着七星汇聚 风铃岛被破解 也为当年的恩怨情仇再度延续 玉苍穹对于朋友 兄弟几乎两热插刀 在风铃运杀上御戒时 玉苍穹也为救援女掌柜共同闯入虎穴 而玉苍穹却因当年受阴阳师一掌 伤势在长期的压制下 日益严重 虽以麻药止痛 偶然情况下 遭兄弟误见 他吸食麻药 进而怀疑其人格 故在一秋年的安排下 让舒适宫推辞机缘图一毁 然而面对兄弟多有隐瞒 玉苍穹虽然心中不快 人事接受 只是在鬼影的设计下 玉苍穹察觉自己 从头到尾都被兄弟排除在外 一直蒙在鼓里 为了兄弟做了那么多事情 挺身对上阴阳师 落得成而缠身 兄弟居然对自己多有欺骗 多有隐瞒 无悔的付出 如今看来都只是笑话 也在玉苍穹爱恨分明的个性下 与兄弟绝交 并要对方付出代价 伤自己多重 他便要让对方感受相同的痛心 所以他杀上碗花小竹 杀害舒适宫的老婆 舒婆婆 为的就是要舒适宫常常自己被欺骗的感受 在风陵运的游说下 让玉苍穹更为愤怒 原来除了舒适宫欺骗自己外 连风陵运也是 让玉苍穹选择正式与兄弟反目成仇 寻向敌人鬼影合作 因玉苍穹过于强悍 舒适宫为了杜绝变数 将当年他杀了阴阳师一事 传到邪能镜 要邪能镜对玉苍穹出手 虽然好几次讲了这个故事 但我真的必须说一句 两边的作法我都不行 玉苍穹真心换绝情的感受 但却杀别人的老婆这个举动 老实说真的有一点没品 要不是前面舒适宫更没品 不然我真的会看不起玉苍穹 但我想也是因为玉苍穹的 这种敢爱敢恨的个性 才让他被观众到现在都还会记得 玉苍穹虽然被兄弟背叛 但是那份底线终究是针对那些欺骗他的人 如百将陶缠 质问风陵运一事 玉苍穹并未对百将陶缠下手 只是行差踏错的他 却因撑吃杀害兄弟风陵运 自风陵运陨陨落后 玉苍穹就如同行尸走漏一般 就在长生不老幼完成 舒适宫也被鬼影所害 在一点良知与过往的情谊 玉苍穹出面保下舒适宫全尸 只是得到长生不老幼的玉苍穹 不明生存目的 苟活于世 越来越悔恨 彼此更痛苦 彼此更难受 就在冰险前来挑战 本该是快意的刀上爵 却在情绪吞食了玉苍穹的全部 在最后的取命之招 玉苍穹中了冰险一刀 但他的止迹 却停在冰险胸前 放过炎鹤冰险 独自迎来人生末路 我吃了 真真吃了 我不该我会自己兄弟 你知道吗 每次我上海一人 我的心就如同渡过 比世间痛苦 两只夫夫夫在看你一眼 哭 我走到那靠山里 在靠江都就不改了 祝福 祝福 预苍穹可以说是霹雳世界中 刀法最顶峰 但即便他已忘心无握 预苍穹仍是为情感所影响 重情重义是他的弱处 也是他最具魅力的地方 《悲荣战》体现他悲愤又无奈的人生 也许把话说开就没事 但是不论在戏剧还是现实 对于预苍穹还是我们都太难了 战兼为佑真心尽力 不过一切 也战兼为佑感情寸断 痛心这笑 又重拥对孙不思维有量 终究是一帮 所谓痛臭 也随着真正的游战 消散一天的鸡肝 再来介绍的角色呢 就是霹雳九皇座当挡要角 侠刀鼠道型 先来说说关于他的剧文 据说这个角色在九皇座归了20集 很大的原因是当时的造型还没做好 至于为什么造型还没做好 是因为侠刀是当时已经出现很久的游侠 柳无瑟的父亲 所以当时编剧希望用柳无瑟的呕头 改成初代的鼠道型 所以就为了这个原因 鼠道型必须等到柳无瑟的戏份完全拍好 才能进行装偶 大家也可以仔细回顾一下 的确 鼠道型跟柳无瑟 是没有同一场戏出现过的哦 虾道数道型为武痴的正统传人 毕生奉行武痴精神 以武行侠 喜怒哀乐不露于颜表 曾与希罗圣教圣女柳千韵相恋 并生下柳湘英柳无瑟一对儿女 但最后两人能被迫分离 情感上的挫败 使鼠道型转而投注在 体悟侠道之上 与温侠风各地侠士共论侠道 传承以武行侠的武痴精神 鼠道型出现名号 便是为主怀有野心的目流程 击毁夜明风 在武林动乱危机 鬼王再现 席列付天商的手下 鼠道型的朋友 沐沧云杀害柳无瑟 让再回狼野别院的鼠道型 只见鼓粉起坐 仍是以非 外面严谨有力 将于坎口令对人世 是坎口令官 来到我情侯 这两个小伙计则 这些核定残酷的侯养 比胸爱情 被严重在严重的边望 严重的味道 无中的击党 在习在三十几千 最爱的望远 今生在祝福的甘胸之中 在得知刘无瑟死于莫沧云 鼠道型感叹莫沧云的鱼中 也决意以狭刀为其解脱 正宗莫沧云要求不见血而亡 狭刀依其所愿 不见血之杀的升华 是狭义男权的成全 鼠道型的武学修为 承袭武痴 再融会武士贯通 更能体悟创造初衷 加以变化 如对上师弟目留城时 当时两人虽已受凌俊 侵蚀理智 但狂信再起 又加上野心驱使下 云涛梦比预阵置身价值 杀败鼠道型 急于求成 而以烙骨摧云五绝合一 殊不知武痴 走为预防死况 在武学上 秉足速成捷径 留下招式破绽 全球技能 不使武痴绝学 造成武痴 两人虽然 败 甚至 不可 在下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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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涂 云涂 好 云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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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使舞痴絕學造成武林禍亂 深暗舞痴精神的鼠道行 無奈下回歸初衷的一招 了解雲濤夢比的罪惡一生 有情教他有情一招一擊生命 尊寶修林 這兩首帝人生只有鼻孔 就是去拒絕一眼 隨求黃飛生因靈峻之毒影響 天章勝如玄武貞主兩人神智狂亂 武力相向 鶴道行決定為逐漸失控的兩人 行狹盜之滅卻引來儒道兩派反世報仇 諸多無奈無法言清 鼠道行一直能默默飛下殺人罪名 而以殺智狂的俠刀每殺一人狂信更添一分 又逢儒道眾人為殺 鼠道行逐漸失去理性 血洗天章古聖閣 殺害童文賤儒 一時之間成為武林眾矢之地 所信九皇會即是宋志與愛女的呼喚 讓鼠道行恢復意識 服下解藥解除凌郡影響 但也許也是凌郡的影響 或者鼠道行一心只想保護謹慎的親人 柳湘英個性逐漸變得暴躁 一心只想與愛女柳湘英退隱山林 但過往殺業無法抹除 鼠道行輕往正義坡上接受公平 面對劍盟眾人的威逼 鼠道行選擇為愛女氣刀 於此劍盟眾人更試圖激怒鼠道行 任飛揚一意要與鼠道行對戰 就在場面不再受控 在劍職先機出現淘寶 鼠道行被安排前往再生涅槃贖罪 只是不知道是天下孤星的體質作祟 還是編劇刻意操弄 鼠道行的女兒被嗜血族抓走 在與劍職先機的邪傷後 鼠道行變看涅球行追趕馬車 只是嗜血族的不死之軀 也導致涅球行不慎被以嗜血化的血飄爛 重創冰死 鼠道行也被血情吸恩化傷 面對女兒的真愛涅球行的死 鼠道行更加堅定要救回愛女劉湘英 但深重嗜血之毒 讓鼠道行岌岌可危 遇在尋愛女的鼠道行遭逢劍子先機所擋 為了不讓其成為嗜血者 劍子古城散無私斬下俠刀一臂 阻止嗜血毒素 而被斷缺一臂的鼠道行 也在冷靜後恢復一往沉著 且對於俠之道有了另一番心領悟 現在的決定 所可是生命 殘境的空間 以上是生命的影響 基礎士是病狂的概要影響 但是我自己活動自身 改正是態度的衝擊 此後 之後鼠道行在劍子先機的警託下 出戰第三戰與九優之對決 連續千古以來五隻與邪弟之戰 然而僅剩一臂的鼠道行 能與九優戰成平手 為中原爭取第四戰的機會 也讓夜口月人的禍端暫且平息 就在夜口血節方平 為救愛女的鼠道行 不惜殺上都城 將已然嗜血化的柳香英 強行帶走 委託小我佛救治女兒 然而存於柳香英體內的邪音 無法被淨化 致使大日曼陀羅失敗 與此各方勢力為阻止邪之子降臨 多方藍殺鼠道行 為愛女生機 鼠道行手中的刀不曾停下 勒經西佛國 盧門攔截 鼠道行突破重重為難 與柳香英回致最初相依的住所 回憶起與愛妻過去的種種 眼見柳香英恢復無望 本欲結束愛女悲慘的命運 卻怎麼也下不了手 如此悲哀的命運無法改變 自己也無力改變 只得放開愛女 也只好選擇讓她回歸她所屬的黑暗世界 然而案件逼零 柳香英要害重劍 卻是在讓鼠道行 經歷無倫最喪之痛 有什麼有什麼 都不夠我最好得小能力 射到無倫基層 射天 本來的一尊起庭 是茄甲林氏 也無法解脫喚 人家救不了你 你只是我悲憊不悲 暗中痛楚的感覺 漸漸消息 就懷中路上死命流星 人家盡情的夜空 不是愛妊婦的生存 是為無倫的俗世 先到巿道行 貫iens 究竟是命街日策 射的是無倫無情 正頭行 忘掉漫天的流星後 水時 只有一聲 該它的天 可 清 神真寡 神真寡的我 曉到屬道行 以五行道贯彻大爱 原以为的舍得 却让自己更困秦荣 对于家人的愧疚 让鼠道行至出场之退场 只会弥补家人而奔走 无奈爱女丧生的无力感 也使她心力交瘁 鼠道难行 更是狭刀一身写照 虽是苦在心中 却也未曾后悔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舍身取义 仍是秉持着狭义精神 龙城圣影时期 由于村落巨峰里 内藏奇人高手 如化身血影的一部天旅 或在此退隐 明昂海双崩传奇之一的幻剑 甚至狂刀也曾短暂出现在 巨峰里之中 而创立此地的宗主 名幻令狐神异 擅注刀剑为一代名将 本身武学造诣也已真入化 虽在铸造武器上 更贴合武者使用 锁住名记 亦被世人称作神之异品 仙子先机的古城剑 以及余地 吹雪 遗珠等兵刃 都粗似其手 甚至曾铸造屁伤 中断铁子三连霸北渝皇朝建计 其阳名东狱与西狱 打造三不朽神器的神将 七雕不朽 其名为东令狐 西七雕 然而令狐神异现身武林之时 贯彻得劳人处且劳人之信念 而这理念也跟他的过去有关 在早年令狐神异继承家业时 因二帝令狐神异 布满大哥的优秀 让自己处处处于下风 曾发生争执 最后令狐神异出走抱憾而往 也成为令狐神异毕生遗憾 以致令狐神异调教徒弟 南陵渡 以千浪为核心 用南陵渡冷静沉着 随着披伤剑迷 三玄英恩怨情仇 然若经血案 默默将风波 吹入飓风里 在剑子带回寻的尸体时 对于一步天旅 让已是宗师等级的令狐神异 也要求南陵渡 必须要向寻敬意 你是吉红利的将务 你必须对他生力 你无天理是吉红利人 想要可是吉红利人 不如你算得离开了吉红利 就完成心中的正义 想要不为人的罪 有真是环水价 两条陷墓 只有美人在乎 是这最悟断 这种罪患 往往无法各传言 危险的敏墓 三玄变在暗中中间设斗 这便是属于三玄的生意 三玄所背后的欧名 便是由此之来 三玄所背后的欧名 四玄所背后的欧名 四玄所背后的欧名 就是无法在世间变成意 将他们的沈明木隔隔隔 原来几次 好 三玄 一无人是吉红利将 三玄所背后的欧名 三玄所背后的欧名 四玄所背后的欧名 四玄所背后的欧名 也因飓风里的神秘与特殊 神医魔家帝里斯几度入侵 皆无法轻易取下 然而说到这 令狐神医的刀法究竟多强 以鹰带为例 只要鹰带一苏醒 叫声可通达云霄 震破天际 让波寻降临 所以通常鹰带 需处于沉睡状态 在众多高手 皆惨亏于人皮尸骨时 虽然真为醒皮骨师 打造可抗衡之骨 这骨关键便是鹰带之皮 为此令狐神医担任至关紧要的取皮者 在众人目光不及之刻 令狐神医让鹰带不觉疼痛便已取皮 之后送皮至汉海 也发现令狐神医 就是造就贺长林 成为皮骨师的执行者 也牵扯出三玄鹰之中 难分难解的情仇 而三玄鹰的情绝贤的恋慕者 是弟弟令狐神医的儿子秦沙 当中与南陵渡多次纠缠 所以在令狐神医多次调解 仍是在秦沙拿到王父一座 嘉宾不响 受刀中怨气影响 误杀南陵渡 而慈恩怨也让令狐神医 陷入两难境地 一是愧疚 二是不愿池而沉沦 手持余地的令狐神医 一望行灵斩法 褪去不响 击败情杀 陷入两难境地 궁X 晋沙 六风 一不形狐神 一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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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狐神義打敗秦沙 卻無法減輕秦沙的好勝之心 最後在秦沙受到東方鼎立指點 令狐神義的刀法破綻 一盡力破餘地 當對方越流餘地 破招方式便是不留餘地 然而令狐神義最終遭東方鼎立 暗息所殺 也讓神之異品傳說就此告終 無法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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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來勝負 再求求典 未明不足的必勝 暗息到勝出的戰狗不勝 正所刊人影響回歸 無法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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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威勇長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金冠布萊西代表 董英律 通其門 廣交友 長得帥 老婆又美又強又賢惠 AKA人生贏家 姚新公子別小樓 當然能被列在這個特輯 別小樓的刀上造詣自然驚人 手中師父 喜有鬼谷一脈兩大絕學之一 天下無墨縱橫一刀 另外覆個冷知識 傳說中別小樓的原本配刀 是瘋鈴一刀生的輕裸小扇 在片頭也是拿那把 只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用這把刀了 可能因為太彎了 因為小樓是直的 別小樓的初登場 並展現超凡實力 江畔一夜輕舟 輕敵 淡煙出雨 千月敵英 不眼修為佩蘭 人淡雅 刀卻磅礡 跟某個月 被你懶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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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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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好友月灵修之故 星月夫妻帮助政道对付阎王鬼徒 月灵修却被绝命司夺赦 星月夫妻也开始把阎王鬼徒各个分支据点 当成日常副本刷 瑶星公子一位好友赴天行之职 赴人美面对贩毒的坏小孩到位陷芒 炎秀之间是对阎王的挑衅 更是瑶星之道的绝对自信 这位赛兴的 夫妻子传官大人令后照片一用 本为在主内侯违求 你叫什么名 姚姓公子别骄劳 因烈欢迎烈大伯赞经提及过 这位赛兴的一名美 那里不欠 又不欠 文明吉神 可是修神 文明骄 我求人多用喜马步了 同步的蒙鬼导 悠星蒙祝 来咯 为救药神 新月夫妻遭到阎王鬼徒 鬼市联合逼杀 别小柔在夜晚无感巨失的弱点 顿成侠侣死恶 明月才女带着丈夫一路血战 这边一掌道来请客 预先一顺的数法 提前一刻的黎明 映入眼帘的 是致爱欲血倒落黄土 毫不在意周身强敌环伺 安慰 镜面 盖好外套 你各位没女友的男性同胞啊 真的都该好好学学 随后便是刀起纵横 一去一刀 再现圣巢绝艺风采 无意名壮 师父侠客行 千里不流行 这不可抵抗 这不可抵抗 千里不流行 千里不流行 颜王鬼徒最终战 欣悦夫妻连妹对上徐福 鬼谷一脉惊喜相对 面对杀之不死的绝命思 这世上最能冲破千年科研孤寡人的是什么 闪光蛋啊 担人所欲聚人中心来龙 人都白松修老定 回首江湖奉奉天 温柳在凌中博下 青下阳梦又妖乡 小 小 终 role組合 石院魔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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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集中部 having fun 小兔 有槛 支不会 Undo 千野 Operation 刘营 将 编 小三一行 十五都九位 三人红尖雕 十五在乞 成熟 专安文明 最后也在剑无极的到来 九吞童子的苏醒 造成徐福的内外交逼 使徐福终究自爆而往 而新月夫妻也让剑无极 执行最后一件 想挂台吧 一... 一件事官不认安倍碰到 对不知乎 安倍 狩猕 十一路 小小来生 随着过 狩猕 羊 鬼徒致乱腐壁 天下风云碑再开 协力铁素球1 与慕容斧的恩怨逐渐揭露 一边为恩 一边为义 交由广阔的别小楼 恩义男权 天下第一刀之战 算计 示弱 光影 不再纯粹的刀绝 也让姚欣首度吞败 别小楼虽然实战战机 没有到特别多 但是在鬼徒齐心路 机神路两档的表现 以及展现出的刀上修为 可以说碾压了 金光系列大部分的刀者 且自出场到战时退营 可以说格调完全没掉过 比如说一直跨级打怪 结果吃土 或者魔看不高 结果被控 以刀上修为 姚欣公子 实至名归 而这次特辑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角色 就是东击风云出场 刀剑春秋 力捧要角 白衣孤九 起罗生 过去曾以江山快手之名 圣响江湖 但明月圣 其冤月深 雪夫红花香蕉燕 燕出雨中三千楼八百命 燕莫如玉 燕刀不复醒 疯刀的起罗生 淡出江湖 江湖恩怨 却非疯刀能所封止 指得住的是人情 指不住的是 野心与仇敌 不论八步 七修 都是起罗的无意割舍 舍与不舍 总归是面对方可抉择 雪不善合 可抽燕刀 从石刀到 盗却迷茫 这是起罗生 对未来的不敢确定 自有之死 纷争平息 依旧无法唤起 对刀的过往执着 与角域燕刀 截然相依的黑月之类 是起罗与刀 如花与蝶 究竟是分不开的因果 而葬刀慧 与横江月 就是这份因果的具现 无道七修的后背 屏风一刀 未己惨死 终让燕刀 交织红白不止花 更有险 但一层层的因果连绵 挫杀的刀 杀死雨中三千楼遗孤 云沧海 杀死齐罗生 原谅自己的可能 云沧海身后的天佛元香 葬道会连同西江 意骑行 举夜风潭 风雪一路禅 越来越多人牵扯的因果 因果下逐渐消磨的恩义 因果下逐渐消弥的性命 齐罗生为救意骑行 踏上北疆 赤雷赤法 白衣洋晃 齐罗生终于倒下 谷清伤一路离开 山阳一路离开 欠城一路离开 柴环林 drowned ês山脑 相救意骑行 谷环林 十四川 山火雷赤 mana 陳海�них巴仁 姆悦 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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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肌路上有飘飘 如果生命只剩一天 无极路上一只人 一张人不老地下 因为这一天 是兄弟这四人的痛 所幸在奇花八部大臣的侧梦猴手下 起罗生得以心生 顿造黑月之类的九代诗 被横江月索情 引来绝意了断的起罗生 起罗面谱再会 会验刀不验母丹验 验上黑月蝶 蝶恋花母丹泪 累赤因果告歇 贵刀颤罪 自自控诉 汽血多少年 怨恒封喉 验化透杀 尊雅流光中 这件两刀最悄 相当在欲 等到时今 相由华 日春来 金教佛神 这佛神 要人丁烈 鬼荒地狱变 与五道七修恩怨袭来 起罗生却遭 北狗罪光阴拦路 舍弃尊与自由 依旧不及兄弟消失的性命 但在无梦生的魔化之下 天地人三五神兵交汇 成功斩杀鬼荒地狱变 起罗生也随罪光阴回十坚尘 逐渐恢复的记忆与刀法 让起罗生终于有能力 一战一切背后的阴谋家 七花创布 七修创始 布东皇七太祖 刀一脉相成 情早已断清 相同的刀路 走向相背的方向 当再交集 已是刀身交集真葱 江山黑月 或燕雨泪 双刀划下的刀翼 是刀上神秀禁帝 斩杀背后荒谬莫名 刀招清醒的 是过去 不属白衣孤九起罗生 却属于九千盛 属于罪光阴 属于暴雨心弩的过去 刀神的前世 天才的精神 一切巧合的仿若宿命 起罗生轻碰双刀 还能硬下不属自己 却属于自己的宿命 不被死神所秘 那为代替民府执行 禁止感 天我无所高与几乡 不够尽力战略 千队属 要分战略 凤净 云串要不振令状罗 哦 哦 随着时间操弄 起罗生尘封的记忆 逐渐被唤醒 来到恩怨终点 后面 振进家 这边全部归 hogy 凭兔心一丁留意在 貴是心互 阿负 千阳参与 深阳 虾 都 乍在相定 心是世命 一听 不 用心 清諦 对六粗 好 你很要人 為什麼 光中專人 驚高現在 我來得了 真是空王有 苦苦的一部 好 好 死了一部 我生死了嗎 鬼在我 生中了 一頭到 一切紅衣一望 九天黑衣 青天 青天 暴雨心爐的陨落 喜羅生也終於了無牽掛 常玩最光陰雙世恩義 進入時間天池長眠 演出一切江湖風浪 獨留夢中完成一世心願 不負他人 不留遺恨 而更多關於奇羅生的詳細內容 我們就等2024懶人包 再跟大家詳細介紹吧 而今天回顧完這些超強刀王 是不是還有哪些遺珠名單還沒上榜 歡迎留言跟我們說 還有哪些刀招絕倫的刀王 或是今天的哪位刀神 最讓你印象深刻 而影片的最後也感謝這些加入會員的牛頭大軍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創作 現在也可以透過資訊欄網址加入會員唷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是Gavin 大家掰掰 關閉影片之前這些影片你都看過了嗎 而接下來片尾來跟大家宣傳 我們即將開啟新頻道聽你在那邊蓋 未來所有關於布袋戲閒聊討論的Podcast 都會在這頻道裡面呈現唷 我們會在每周日固定晚上8點更新 不定期也會開啟首播與直播 歡迎觀眾朋友們一起上線聊天 一起把我們所有頻道都訂閱起來 如果想抖內贊助我們的朋友 一樣歡迎透過超級感謝或者加入主頻道 我是蓋文牛頭大軍的行列唷